现在就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一月到这边 就是怎么能赞助 我赞助的话呢就是我的文章里面写的 就是你推我这部分 我完全走掉 可是我周深一家 我别的部分来帮忙互相协调 那帮忙来让我这被你打的这个地方能够晃 可是能够还保持中定 那中定就要别的部分来帮忙 就是所谓的阴阳详细 古人古色的人不懂的科学 他们就觉得是 他们用那个阴阳详细 这个道理也是对的 可是他们讲不清楚 因为你这个敌人我就找不到顶点 因为因为因为 您又没有 您做个错的 错的话 错的话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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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下去了 踏下去了 那就我就踏下去了 可是我对的话呢我保持中定 但是又不顶 你就不顶你 那我就跑掉 你了我这个马上就可以打你 挂就是打打就是话 我这样踏我就可以打你 你说你用两个 对 第二个就是两个 你敢讲那个钟 一个你可以画好画 两个的话 两个一样 两个就是一个面积 OK 你现在你现在两个手掌的面积 那两个我全部全部都化掉 OK 我都不顶你 我都不顶你 可是你看 我中间这边就出来了 这边也出来了 这边也出来了 都出来帮助我 我这我这个面 这两部分 你要弄我的 我就进去了 可是我别的地方都出来了 OK 你要说 比如说 一身背武功 一个身背五个弓箭 我现在让你用两个 我别的弓箭都还在里面 你看我再过来 我要打你 快 那就是说您讲一下那个钟 这个钟轴这个 钟定 钟轴呢 这个钟轴有没有 OK 这个钟轴就是你身体的重心 下去的那个地方 OK 就是你的脊椎骨啦 就是你的脊椎骨 那个整颗脊椎骨的那边下来 这个钟轴 OK 你要看 要看懂我的文章 我这个脊椎骨下来的时候 我那个重心 放到我的脚的什么地方 中间 哦 你回去看看我的文章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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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是放在哪里的 我现在能够打你 我能够画你 OK 我现在不动你 你两个用力推我 你用力推不动 OK 可是呢 就是因为我下面 下面 在那边调 OK 跟着上面一起 上面调 OK 我下面就有杠杆在那边动 我 就像杨真不讲的 就像我在水上行舟一样 我现在就在水上行舟一样 你打我 我也不是 也不是要摆 我摆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我怎么摆 我可以 你摆的话我跟着你 我根本就不怕 OK 然后我下面东西 所以 脚下面我那个重心 跟 我那个 力点 两个互相一协调 一配合 两个一起来 我刚才原理出来 打你 一样一样一样 我身体出来以后打你 我假如手上打到你的话 手上打到你的话 可以吗 可以看到 我刚才打到你的话 就传到手上 像一起 我只要用一个指头 就传到指头上 就过去 完全是从下面上来 一样 全经上讲得很清楚 膝根在脚 发自一腿 主宰于腰 行于手指 就这个道理 OK 可是主 那个 古人讲这个 他就讲到这边 一般人也搞不懂 所以我的文章里面 就怎么解释 这都是一种杠杆 跟一个动力帘的 传播的 那个方法 OK 整个我虚拎顶劲 七成三天下去 啪 这样